小朋友 你们好 我是采书 在上一集我们讲了原梅的诗所见 里面给大家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问题 会灵教的禅 是雄蝉还是雌蝉 好 现在我给大家正确的答案 它就是雄蝉 你们回答对了吗 咱们都知道 唐朝有一个师佛王伟 是一个山水田园诗人 那么什么叫山水田园诗人呢 就是经常写 田园生活山水景物的诗人 王伟就是代表人物 他还有一个叫裴迪的好朋友 也是山水田园诗人 俩人经常写信贺诗 后来王伟隐居在蓝田 网川别叶里那是一处特别宽敞的地方 有山有湖还有竹林 王伟自己住着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就想找一个朋友一起来玩玩 他就想起了在中南山隐居的裴迪了 便写了一封信给他 说我的朋友啊 我现在住在蓝田网川别叶 你没事就过来玩几天吧 好吃好喝的招待 咱们就约明年开春好不好 裴迪在中南山也没啥事干 第二年春天就来到这网川别叶找王伟来了 俩人一见面非常开心 每天都在这个大院子里是到处游逛 只游逛那可不行 网川别叶可是有二十处的景色呢 俩人到一个地方就写一首诗 到一个地方就写一首诗 还大声的吟唱出来 裴迪吟唱的声音是有点怪 王伟就说 你个裴秀才 你这吟诗怎么像是三峡边上的猿猴乱叫似的 裴迪听了哈哈大笑也不生气 嘴里也不闲着 啊你吟唱的也不咋地吗 王伟学问大就引经据典指着裴迪说 裴秀才你知道历道远写的水晶柱里的三峡吗 他说呀八东三峡乌峡长 原名三生泪沾长 你呀就和这猿猴子一样 这啥诗到你嘴里吟出来都叫人想哭 这样吧 我给你做一首诗仔呀 裴迪说那好啊 王伟大诗人给我做诗 我看你给我这个猿猴子做什么样的诗啊 王伟想了一会儿就缓缓念道 这首诗的意思是 原提名之声听着十分悲伤 好像他从早上一直到傍晚都是在愁苦 因为裴迪仕途也不顺 同王伟一样隐居村野 王伟用这句诗 也是因为他理解裴迪心中的愁 所以 这首诗把裴迪写得一愣 感慨地说 哎哟 知我者除了你王伟还能有谁呀 小朋友们 今天咱们就学习一首 王伟和裴迪一起游玩网川别夜时 写的一首诗 陆寨 陆寨 这首诗的意思是山中空旷幽静 不见人烟 人在山中说话 只听得很响亮 太阳将要落下去 阳光反射过来 射入深深的树林 又照在幽暗处的青台上 在朗读的时候 要想象自己 在一座空寂的深山中 语气轻缓舒畅 声音放空 四句诗都是前两个字连续 稍微停顿 后三个字声音延长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好 跟着彩书 再分句朗读一遍吧 陆寨 唐 王伟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繁影入深陵 覆照青台上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这首诗 就先学习到这里 今天彩书留给大家的问题是 这首诗中的反映 是什么意思 开动小脑筋 赶快把答案发到 视频下面的留言区吧 回答正确 就有机会获得 精美的小礼品哦 小朋友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